1月20日晚春代福禄2019新春联欢晚会 在HELP Center剧院隆重举行 晚会总策划及主席周平表示 晚会将为广大观众送上中华艺术盛宴和新春的祝福 展示中华的传统文化 来自中美两国各个族裔的民众同台高歌 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浓郁的气氛 切身体验中华传统佳节的文化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 办好海外华人春晚 发扬热爱中华的赤子情怀 凝聚海外华人力量 搭建中美文化桥梁非常有意义 春代福禄2019新春联欢晚会 以独特的视角及文艺演出形式 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国粹文化 并宣扬一带一路战略蕴含的养分 期盼华人华侨对中国国家战略的认同 是晚会的主题在艺术表达的过程中 具有传承与弘扬的巨大张力 这是第十届的新春晚会 那这一次呢跟很高兴 这一次跟以往不同的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 Hope Center的自己的Theirton 自己的戏院办理 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 那也很高兴让这一次那么多华人来跟我们一起共产胜取 这一次我们有来自就是世界各地 有来自国内的 有来自台湾的 有来自英国的 有来自各个国家的 来跟我们一起共产胜取 这个我们的新春晚会 一共有三十个节目 然后一共有三百多个演员 一共参与 谢谢 大漫演出包括大型歌舞 国粹戏曲 演唱 魔术 武术 明月和特技等二十个精彩节目 参加演出的演员 半数来自中国 国学国乐 礼乐资深研究学者 吴胜大师 台湾国宝 黄宇珍 英国著名歌唱家朱珍 中国武术大赛 第一名王维 大家熟悉的好莱坞 杰克逊模仿秀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彩戏法 渔派戏法传承人 渔博然 以及好莱坞 James Bond著名乐队等 众多著名艺人 乐队和表演团体 参加了演出 网会还颁发了 世界杰出华人奖 表彰华人为世界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华夏电视台记者 奇诺市采访报道